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现代科技新传统豆花琴 以数位行销工具翻转传统豆花店的经营 以下是我们实地探访和实地访谈所拍的照片 研究动机和研究目的 我们的研究动机是运用高中所学的课程来改善传统豆花店的经营方法 希望能由生活做起从在地出发与食物贡献所学 我们的研究目的分为六点,主要是四五点 对阿婆豆花进行商业分析和了解阿婆豆花的困境并设计执行方案来改善 我们的研究方法有四种 文献探讨法,实地访谈谈谈谈法,问卷调查法,实验研究法 这是我们的研究流程,我们有实地探访和实地访谈 并做市场调查,还有设计问卷 我们还要进行市场分析,像swat,4p和4c的分析 我们拟定行销计划,在执行计划前 我们有收集前一周的相关资料 执行计划后,我们搜集后一周的相关资料 由于这个行销计划结论与建议 这是对阿婆豆花的SWAT分析 我们主要对劣势做改变 小无法内用,曝光度不高 豆花店之现况主要的竞争者分析 我们有针对老豆花、阿婆豆花另进豆花做比较 市场规模分析 阿婆豆花身处于独占性竞争市场 市场的买方和卖方人数重多 厂商会生产出类似但非同质性商品 因此阿婆豆花可以运用4P及4C策略 采价格以外的非价格策略 创造出产品一纸性 来增加未来价格的决定者 我们会先从阿婆的劣势来进行改变 所以我们先进行推广 下一阶段来进行通路 针对数位行销 我们制定了四个计划 第一,利用Google表单做问卷 第二,绘制logo 第三,制作宣传影片 第四,加设FB粉丝专页及LINE官方账号 首先我们利用Google表单做问卷 调查大众对豆花的喜好 如喜爱的配料 喜爱的口感 及喜爱的汤底等 进而对阿婆豆花做改变 我们利用了Ibis Pen以及小画家 为阿婆豆花绘制专属的logo 增加品牌辨识度 我们利用V-Roy的C-Team 货绿豆冰沙 冬季贩卖红豆汤 综合汤 包心粉圆 烧鲜草 芋圆 汤圆 艺人 包心粉圆 综合汤都是以红豆汤为基底 针对数位行销计划 我们做了实验前后单周的销售量级营业额比较 图中蓝色是实验前 红色是实验后计算提升的营业额 实验后35,005减掉实验前的29,075 可以得知营业额提升了5930 计算提升营业额的%数 实验前29,075除以 得营业额5930 可以得知营业额大约提升了20% 一晚平均50 营业额成长了5930 平均一天增加15到17万 可以证明我们的公播影片对于推广 阿婆豆花是具有正面的帮助 下是我们的结论 一、透过SWAT分析 阿婆豆花应保了原本的优势与机会 并克服于调整劣势 因一而低占市场份额小 容易竞争的假如经营不善而退出市场 如能善用数位行销做推广 与原本的优势结合机会 相信可以赢得更多的来客数 二、透过4P4C分析得知 阿婆豆花应价格低且顺手做 顾客也可以自行选择配料 违在推广宣传并未加强 需持续加强推广及宣传 以扩大来客量吸引新客群 三、本次专题实际以多种数位工具制成影片后 并导入数位进行一周实验后发现 一页而大幅提升了20% 显见利用现代工具数位行销确实有成效 而阿婆豆花以现代科技工具结合传统手艺对消费者是具吸引力的 值得未来再深入发展 足见本组进行非价格支策略确实有效 以下是我们的建议 一、配料改善建议 可以参考问卷结果将不受欢迎的配料调整或减少备料 在满足消费者的同时也可以减少浪费 二、环境改善 卖场环境无能在下一阶段进行改善 增加内用人次相信将更具优势 三、改善行销通路 结合外送平台拓展行销通路 例如Foodpanda、UberEats等 以下是我们的收获 虽然身为高中生之储客的我们 也可以对豆花店做出贡献 透过专题实作 学会了问题解决的过程 看待问题的态度不再只是抱怨 而是积极的找方法 与食物接轨结合了知识、技术 与积极的态度实践 感谢您的聆听